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能够找到与其适合的工作是显得尤为的困难 那么我们也知道会计专业一直是我们华人留学生比较热衷的一个专业 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安省注册会计师 同样也是我们加拿大维多利亚集团的会计专业的老师威廉 请他给我们这个会计专业的一些留学生提供一些找工作的一些建议和窍门 威廉你好 你好 首先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会计专业一直是我们大学毕业生 尤其是我们的商科的大学毕业生是一个选择的热点呢 会计专业相对说来它的工作的机会比较多 而且在这个行业我们华人具有比较大的优势 而且另外一个呢每年呢像会计事务所呢都有一批人离开这个所 那么呢它会创造一些比较好的这种会计工作的机会 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比较适合这种工作 同时呢它这个市场上呢整个的这个市场和提供的这个job的这个总的数量呢比较大 就导致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人呢去选择这个工作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华人这个留学生啊 那选择这个会计专业跟这个移民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以前从比如说十年前或者说十几年前过来的这些移民 他们呢一大部分人员呢是找到的是计算机的工作 剩下一大批人员呢是找到的会计工作 那么他们找到会计工作的这种的成功的这案例 会呢影响后来的人呢去找会计工作 没错 另外一个呢他们现在呢已经在会计工作岗位上工作 那么他们有什么信息呢可以比较多的 对快速的告诉我们 就是说后来的这些同学啊或者是移民 那么呢他们就得到更多的这种referral的机会 也就是呢就是说 其他的人呢会拿到更多的这种会计工作的这种岗位 那既然我们的这么多这个华人的海外学子 是选择了这个会计的专业 那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就是在这个找工作求职方面的一些建议 那比如说这个像简历啊或者是面试啊的一些重点 有没有一些提供给大家呢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点 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说带过一些学生 并且呢帮助他们找过工作 就是从学生那边呢也积累了很多的就是说成功的一些经验 会计工作跟找工作是一样的 无非呢就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写简历 第二部分呢是发简历 第三部分呢是面试 那么你要想找到工作呢 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这个三个部分呢都要比别人做得好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写简历 不是说你写了一个简历就一定是一个合适的简历 把你的过去描述了一遍 这个并不代表是一个可以拿到工作的简历 或者说就要拿到面试的一个简历 真正你要拿到面试的简历呢 你需要这个简历里头写的呢吸引别人 同时呢这是第一点 同时呢你需要这个简历呢要比别人写得好 那么呢像目前的情况下呢 市场上的一个初级的会计工作呢 往往会收到上百份简历 你必须保证你的简历在10%以内 你才能够有面试的机会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发简历 发简历呢你要看这个呢就比考虑到你自己的定位 哪些工作是你适合的 那么呢不适合的工作呢 你往往根本就是拿不到这个interview 会导致呢你有很多就是说 就是投出去石沉大海的情况 会导致你找工作当中的一种失望的一种情绪 不太有利 那么对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有打击的 对所以你就是说找到一个重点 往重点上去投 会让你比较容易的拿到这种interview的机会 第三点呢就是面试 面试呢一定要听懂别人问题里头的潜在的含义 要达出别人想真正内心想知道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说简单的 你离我们这儿远不远 不远这种问题 如果人家问你这些问题的话 他一定关心你能不能及时的上班 那么你一定要答我这个将来肯定能保证 你上班的时候都可以九点钟以前到 这就是很重要的潜在的回答 听得懂这个考官的这个潜在的这个 想要知道的一些东西和答案 对不对 对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知道啊 就是说去年的这个CEC有了一个重大的改革 那在很大的一部分 这个大学生啊是是遭受了这个重创 那么能不能给这个正在这个学会计专业的一些学生们 一些之后的一些求职的一些建议呢 那么在这CEC改革之前呢 做bookkeeping和做content都可以去移民 那么在改革之后呢 bookkeeping是不可以了 那么只能是要content的或者是tax expert是可以移民的 那么你首先呢要研究一下 他这个移民政策里的一个job的这个要求 你所找到的工作一定要符合他这个要求 那么你就可以去继续按照会计这个行业去移民了 如果你达不到那个要求呢 就是移民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了 这一类要求呢比较容易符合的呢 是会计师事务所和一些中高级的会计岗位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威廉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给我们的这个学会计专业的一些留学生们 一些这个求职找工作方面的一些窍门和建议 希望呢能够对电视机前呢您有所帮助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焦点对话 感谢你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